康明斯 M11 N14 闲铁芯密封工具和闲铁芯测量工具 下面介绍一下工具的使用方法 首先将配容器固定在保持器上 把电磁盘拆下 取下电磁盘 将电磁盘阀发芯取出 电磁盘分解开后 先测量一下电磁盘阀发芯的形成 首先将发芯放入绳层测量专用工具内 用专用测量工具装入千分表 归零块 归零 归零后看 行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然后按压 发铁芯 248 248 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形成测量完毕后 把所有部件装回电磁盘 测量电磁盘阀阀发芯的密封性 电磁盘阀所有部件装回后 下面测量一下电磁盘阀阀 阻面的密封性 将电磁盘阀装入密封测量专用工具 此密封工具 推到这边是负压 推回去是正压 使用时请注意 压动手柄 看压力表是否保持住压力 如果压力能正常保持的话 就证明电磁盘阀的对面是可以用的